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看戏呢 戏之前看了 但因为太忙了 其他很好的戏暂时未看 但这套亦都公足了 就是我们一位很年轻的导演卓永谦 在金马奖上拿仗 最佳新导演 最佳新导演 原来他的领尊庸是局长 你看了没有这部戏 暂时未看 很想看 有人说故事有些愿我之阴 当然 明镜也知道是 去得金马奖也很难得 是 其实你会看到金马奖 很照顾香港片 很关心香港片 是 因为我想他最主要是他自己本土 他也有一个新的现象 我想他也希望作为合作都很久了 我们香港电影都可以和他一起 再向一些新的电影进发 我简单说一句 其实这个新写实主义 在现在的这几年 是受很多新导演的向往 你是觉得 譬如年少日记或者白日之下 其实大家都觉得现象都似 是新写实主义 是新写实主义 我又不是 不是这样想 不要紧 是情绪波动 情绪波动 是吗 我讲的是 一些情绪领导的电影 是 你看到香港现在的社会现象 是 好 我有点事先讲 接着再讲电影 好 前几天 上星期就去了曼谷 一去曼谷 我们之前住的酒店 在几个屋书店 对面 一走到商场里面 就去到几衣国屋书店 大家记住是曼谷的几衣国屋书店 是 旗衣国 是的 旗衣国 当然有日文书 但主要卖泰文书和英文书 没有难得 即使在日本 其实日本外文书的书店 其实都经营得不太理想 很多的 有意大利书店 有英文书店 有其他书店 但是 特别是旧书店 但始终选择方面 我觉得是稍为参丝 但去到曼谷 其实是不错的 我特别看的那篮是神秘学书店 书籍那篮 没什么新书 但在电影那篮 找到些东西 这本是沙丘 战技的一本新书 这个新版 不是讲那个电影 不是讲那个小说的文化 小说 那个作者 小说 里面是相当丰富的资料 即是它创作的灵状 我看到就很开心 于是乎立刻买了下来 留回《沙丘汉战》 到第二集出的时候 都快了是吗 不知道 那时候我就会特别去讲这本书 他当然也会有提及 那个南美导演 当时的DOOM的设计 有有有 有有 少但比较少 他着力就是今次这一套 他有提及 但我觉得在那方面 着脈稍为少了些 是 刚刚上个月 那时候这位导演 做到Dorsky 他有一个专辑 几乎是他的作品 原来不是很多 到现在来说都是十倍 是差最近的那部纪录片 讲心灵疗悦的那部 没有做之外 他最经典那些圣山圣血 撥地鼠都有做 我看完的了 你也看完的了 不,他跳舞的人有没有看呢 讲跳舞的和讲天使的那部 有 那部最新的 香港媒体还未公映的 你怎会看的呢 我都是这个星期二日才去看的 是他其中一个子做主角 是之后来的 九几年那时的那些戏 好,这个《沙丘寒战》 到时候我会讲 但很有趣地 这本书竟然有一页 有一幅图片就是李小龙 大家猜猜 为何沙丘寒战无厘头 会讲了李小龙出来 无厘头就是了 你张震也会讲 是呀 是呀 因为上集也讲了 有一个医生 我没有露作 是 清风俠 是 这个《沙丘寒战》 那时也提及了 这个就是David Lynch 做的《Doom》 当时一直都说 那部就不好看 现在很多都翻案了 因为都觉得 相比之下 原来现在新的《Doom》 整个团队 都跟David Lynch 的一个版本 是呀 听说那个版本 之前《利尼史郭》 因为他不成功 原作者觉得他改动得太大 但做到Dorsky 其实都是相近的 我们轻点讲 这个称之为 电影上最好的一部 最轰 即是最劲的一部 没有拍过电影 是纯粹看了剧本 就觉得很厉害 如果拍出来 但最终都没有拍到 因为成本的问题 即是他找老投资者 这个是他 即是他 他和《利尼史郭》 都有两次 都是不成功 但已经制作了一段时期 是的 我们今天也会讲讲 《利尼史郭》 第二本书我可以在这里介绍 这本书我自己觉得好看 《The World According to Color》 就讲了几种颜色 黑、白、黄、蓝、紫 它是用人类历史上文化上 我们这几种颜色是有什么文化意义 你会问 跟电影有什么关系 电影很简单 电影是色彩 其中一个提一提 就是《希治郭》的一部电影 《马尼》就是讲这个问题 就是女主角一见到红色 就开始勾给她 即是有迷乱 迷乱 是 《马尼》 就是那个《辛亢纳尼》拍 我反而那部电影我没有看过 但我看它写得几精彩 就是为何我们有些人 会见到某些东西 例如颜色 会触动到我们的情绪 大家见到我们今天用了六幕 或者见不到的 可能一支笔也会变得透明 你不要领一支绿笔出来 这支青绿色的笔 是晚效果 如果用到六幕 就不可以穿绿衣服 否则就好像只剩下头 再说一句 如果你有看《抹道皇帝》 因为前段时间也有复刻版出 那个摄影师 都在那部电影里面 他都用了颜色 来用一个时代 以及人物成长的阶段 用色彩来代替 当时都 我觉得他处理得相当之好 由美术摄影 加上卡拉通 整个将那种 红橙黄绿青蓝指 放在一个人生成长 即溥仪成长的七个阶段 都在卡拉通表现出来 当时他也很好 据我所知 那个是意大利首席的摄影师 虽然我忘记了名字 斯特拉努 斯特拉努 是来过香港的 是 来过香港做过一些 当时的 没有用这个名字 但实际上是大师级的 一些高达 如果说到色彩最厉害的 那当然是高达 以我们认知 在彩色电影时代 即是大红大紫 那些全部是很厉害的 他发释那些变主义 当时的变主义 当时的变主义 我们今天主要讲两套戏 一套就是拿破仑 一套就是《自由之星》 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小过气 因为两套戏就 拿破仑也未落 但《自由之星》 我看票房方面 香港就差一点点 都好像未落 未落 而且香港好像也有人 支持那种 他的片尾所提的活动 你觉得那部戏有意义 你是可以用手机 请人看 留下一张票 然后有人想看 但他可能金钱上 或其他方面 他都可以用那张票去看 这个活动也是 这个我到尾会讲讲 这个几值得讲的话题 但首先要讲讲拿破仑 观众说上星期我都讲了半个小时 有何值得讲呢 很简单 就是作为这个导演 Willy Scott 本身也值得讲的 哥布拉 即是在美国这位著名导演 他就说 以利尼史国的终身成就 他值得在英国封为这个 不是爵士 是公爵 即是要成为贵族 这个讲法我不知道有没有夸张 但利尼史国其实很值得 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总结 他电影事业未完 他今年一百多岁我相信 但电影事业一定未完 但他拍到现在 拿破仑这里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部电影本身在法国 就劣平如潮 不是的 其实是他特意挑撥 等到他们很不自在 其实是挑撥性的行动 这部电影 挑衅 因为他最关键是什么 你会看到 主要拿破仑的局势 又一次用一个 其实几十年前那部也是这样 是一个美籍 或者美国风格的一种好 银幕形象 例如铺洛 拿破仑 这个角色 所以你会看似一个绝技片 但我们用一个评论角度来说 他的形象 或者有很多他的处理 你会看到都不是一般的历史传技片 他上次是洛斯德加 我们这些老牌影子都看过 洛斯德加是那时一个性格演员 他也把拿破仑的局势做了一个 其实他在战场上很害怕 手心特别流汗 开始这样来说 那时也有人说 他有一些野鱼味道 这次更加找到 刚刚最近小丑或者马斯特 一样说 有些戀母 加上社会里是一种 Loser的形象 变成了一个 现在套在拿破仑的角色里面 还有他把形象 也有色度的改动 例如妈妈 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保护者 另外他和他老婆之间 是另一场内战 是家庭内战 这些小事 我觉得很多法国人看上来 就是说你敢说拿破仑 将我们的英雄变成九雄 不是未宜 但这部影片也有一些 比较柔细的东西 不过我们首先讲讲 列尼史国这个导演 你一听名字就知道他是英类 我估计多数都是苏格兰裔 是,史国我都叫 所以他看事物一定是用他本身的角度 但他拍出来佳作如林 很多部都很厉害 当然最厉害那部是2020 我极度讨厌银翼杀手这个名字 所以不要在我面前看这个名字 另外很多部 例如近年的Black Hawk Down 还有《The Last》 《最后绝战》 还是什么 这里有点接着那部电影 是的,很多部片都是很厉害的 但作为一个导演 我以前也讲过 我又找不到他 叫做一个很有系统的世界观 所以我会形容他是一个无数杰作的导演 无数经典杰作的导演 但他是不是一个经典导演 这个便交给其他人 为何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其中一个 我想你也会服役的 就是作者论 例如你拍电影 就像你写小说或者你写诗 你会看到作者的世界观很完整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在一个导演上 但是如果作为列尼史国 他去处理的类型片很多 但他基本上都是类型片 其实每一部商业性很强 是 在荷里胡的框架里面去运作 我自己有点懷疑 其实我看不到他的世界观在哪里 其实是看到的 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是大师 大师级 现在在世的大师级 他是一个叫做走得很前卫 很威风 我们所谓的那些先锋派 那些大师角度 你刚才说 你找不到他的作者 其实你可以说 如果你跳高一个层面 你就会看到他不是受我们 他当时讲的那种作者论 那种框架的影响 他是一个高层次 从一个现在他自己建立的一个作者角度 来宏观看历史 如果他拍历史 他用他一个角度 作者角度 看到宏观角度 来传释历史 他有另一个说法 例如《圣战奇兵》 《圣战》 《束埃及记》 或者《罗宾汉》的版本等等 你都可以看他用一个角度 这是我的历史角的角度 他里面有两样东西 在作者论里面 他最厉害的东西 第一 他的导技 导演技术 是非常精致的 他处理无论是爱情 或者一个有主题性很强的 科幻题材 或者一些神学式的那些 甚至他之前讲的意大利的时装家族 Kucci Kucci 都厉害到飞气 除了技术性之外 他今次这部纳波罗 还有一件事 说了给我们听 他除了讲的历史大战 他已经试过很多次 但今次大战连场 长长你都看到他精巧的设计 除了那些之外 第二就最厉害了 因为他和他弟弟本身有一个片厂 对片场的那种技术 那个控制 你会发觉他已经很多部 尤其是这部 就是精致到飞气 因为他有一个叫自己的片场的特色 就制造了出来 譬如他有一场是 毛绘法国经典的油画 那是David 那是David 登基的时期 登基的皇冠 给他的老婆 你会看到 他一个大的片厂 你将那个名画 里面的具体呈现 无论是道具 光 那些都控制得很好 你单是从这方面来看 你就会发觉 这部电影 那种精致的程度 难怪 对呀 那个部电影都说 给他个赞 他解释就是说 很难拍到 那麽密的电影都那麽好 因为你看 而且他又长 你想想他拍了多少部很厉害的片 刚才我讲漏了 《异形》 文说他很不露礼 David Cameron 不是 James今晚跟着拍《异形》 逐集 应该是他拍的 但他很多部相当好看电影 你可能想不到 以今天 要怎样平衡商业 和你要讲自己的东西 他做得非常好 至于刚才说 他那场戏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他跟着一幅画 去调动这个场景 有人提醒 扣比利克 那个Berry Lyndon 也有类似的 那麽不同 那个正好多 但两种不同的画风格 Berry Lyndon 应该是18世纪英国的游画 那些山林画 Landscape 但我们提出来 如果作为一些比较资深的影违 列尼史国第一部商业片 《决斗者》 其实已经有这种味道 那时候看出来是惊为天人 因为他第一样 为何说他那麽厉害呢 不止那部片好 那部片拍得很便宜 几十万美金可以拍到这样的题材 那部片和这部片有什麽关系呢 那部片就是说拿破仑 打完仗之后两个人 约定每一年都决斗 那部片小说的短片小说是哪里呢 就是他很喜欢引用的Joseph Conrad 即是写《黑暗之心》的作者 因为你看到很多部电影 其实他都有这个记录 有这个小说原本的底子 就算是異形也有的 那一艘船 以Joseph Conrad 其实是其中有一个小说的名字 我们不说了 因为《决斗者》这部 其实大家应该找得回 是 我也看过原装的片版 是很好看的 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很厉害 而且它拍得很便宜 是 很多东西就临场用 譬如说 他计算不到这些道具 他用一些白布盖着它 是 反而是这样制造了一种气氛出来 那个也是可以比美利 如果说比利林顿 史丹尼加比利克 那部之后接着玩光影 可以去到多少 我觉得《决斗者》的第一部 他也有点想追踪 史丹尼加比利克的那种视像实验 而且我看过时的版本 都很受那种色彩 那种震撼的影响 是的 那部电影当然要在戏院看 是的 成为一个艺术中心 是的 没有公影的香港 没有公影的 但是除了他之外 他的弟弟也很厉害 但是我很强调一件事 就是 为何我们要说到这部片 就是我想印证一个看法 就是作为影评 其实都很受文化影响 这个区域性分歧最近的现状 是比我们年轻时看的那些影评 就是可以归纽战后的六十年代 去到八十年代 就是产生了Hippies 跟着去到Hippies的时候 即是期间 其实是我们整个世界的眼光 阔了和共融了 但是九十年代后 开始缩习 现在变回巴比伦时期 开始又分歧出来 我们回顾一下 到他 我们回顾一下 比如说我们初初去看电影 或者我们看那些影评的时候 应该是七十年代 是七十年代 那时候 那时候以法国影评 马首是尖 因为他有一本很厉害的电影笔记 那些 他们发掘了很多 以前没有人注意的导演 例如日本的小春安二郎 卡厚建议 还有欧洲的导演 那时候就是 英美的英明人 其实也是跟着法国佬 即是不敢如何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香港也不舒适 有学生周报 是的 新周报七十年代 那时候开始 实际是令到我们年轻的时期 看到很多影评大师 例如卡叔 王卡 石奇他们的文章 令到香港的影评文化 变成了有区域性的不同 即是坏人地区里面 那时候 都发展得挺好的 这个影评还包括理论性 例如电影的理论 高达社那篇很著名的文章 就是蒙太奇 那篇文章也是一个经典 但是近年我想是二千年打后 这个理论性的影评就逝离了 我们现在基本上在香港 我们见不到这些 是 然后又变成了情绪 情绪快映平平 即是大家都是说 我看这部电影 我为何我喜欢这部电影 或者这部电影有些什么 大家很难上升到一个高度 就是这部电影和另一部电影 有什么理论上的共通点 我们可不可以配合 即是等于刚才我们讲话 这个导演作者论 这个导演 能否给到一个世界观 即地图和我的看法不同 但是大家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 是的 譬如好像现在的《拿破仑》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一部电影 但是你会发觉 在我们香港的那个 即是讨论的那个范畴也不是很阔 嗯 只是单向 即是那些《拿破仑》 这个人他怎样演绎的那些 就居多 即是反而它在它里面 那种比如视觉 听觉的效果 其實大家都不算是很大關注 我們說的時候 也不是用了一個專門論文式 可能是整本書來說 其實它值得出一本書 它裏面的那種技術、處理 製作技術 可以出出一個不是評論方式的書 它現在的那種技術 帶來的那種影響力、價值 我們都在等這些評論出來 如果作為評論純粹這部電影 有兩個部份 其一當然很明顯 就是戰爭處理的部份 特別是1970年7多年那部 那部應該是蘇聯的導演 我在上次節目我已經講過 那部電影是真人拍的 所謂真人 我忘記找哪個國家的軍隊 就走去做那些騎兵 走去做那些步兵 那個處理方法就相當之高難度 為什麼呢 那些不是NG可以的 你NG我想你不知道 還有 如果各級的那些 怎樣都要去 當然不如你NG 是啊 還有光的問題 你那時候 第二天拍攝 未必拍得回 是 尤其是納波倫 那個滑鐵路戰役 那個最難拍 很難拍 那個很難拍 今次也是很厲害的 但我主觀上認為 現在拍攝有很多東西 你可以透過電腦的技術 可以改到的 其中一件事 是光的問題 是吧 光現在你都可以調校到 是 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導演也說了 那些林記不要笑 在拍攝的時候不要笑 還有它的計算很厲害 看資料說 它那一場戲 你見到千滾萬碼 其實它最主要 它在鏡頭攝取裡面 大部分 它要求現場的效果 其實五百多人 就足夠 其他那些 就可以用特技來製作 但是那一場戲 我覺得有一個史無前例 我們對電影有一個看法 或者有時文學的描述 它這次在《正是滑鐵路》那一段 都已經很出色的表現出來 就叫《絲環遍夜》 它想拍一張什麼呢 就是當軍隊那些馬騎兵衝過來時 那些人恐懼那種感覺 撞到它 不是撞到它 那些人的心理狀態是怎樣的 還有就算衝過去那一刻 它下面有屍體 軍人都是不理會 直接要這樣衝過去 它在這裏雖然去得很快 很緊張很激烈 但是如果你睜大眼睛來看 你就會看到很多這些細微的處理 它就特意將整個戰場的質感 就表現出來 我覺得這個到目前來講 我印象中看的那些戰爭電影 裡面就出到這種 令你會有震驚的效果 這部有好幾度都出到來 尤其是《滑鐵路》那一段 那一段可能因為屬於英法的戰役 他特別有心機和有個態度 這樣表現出來 所以威廉頓是很純粹的 那件事都表現出來 你看到它整個戰場的處理 它有輕快那種呼吸節奏的處理 另外就是那場冰 冰那段在trailer就有出 我看了很多次 他在兵那場 莫斯科火觸的場 那場戲劇是很濃郁的 因為歷史上他講了一個點 其實未必是納波倫他們搞出來的那些火 可能就是 那個是很明顯的 他是俄羅斯自己招討政策 總之其中一個說法 他也是奧妙了他的 但我覺得這個你如果看他又加多了一個主題 主題出來的 一開場都已經說了納波倫 他用了一個理念來去打仗 除了勇往直前 他作為一個大仗 那種戰爭的狀態 就是那樣東西很細緻描述之外 他最主要就是大炮 是他的戰爭最重要的工具 而那個大炮 如果你細緻去看 那時候 那個大炮 他裏面和這個戲的裏面 他描述拿破崙的世界 是多了一個層次 大炮等於是他的樣具 所以你看那個炮火連天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炮彈射出來 炮彈是其中 那顆炮彈 第一場都已經很厲害了 彭馬那場 不說那麼多 大家看 那一場很厲害 但是那些火屎 即那種火屎飄揚 給你感覺到 這個其實有些erotic的處理 令到整場的戰爭 很多人都說 就是拿破崙在戰場上的 有人很懷疑他基本上是一個同性戀者 是基努 是 是 因為他有一些 這部都說的 他不是說他基努 說他有斯巴達那些戰士情意結 嗯 但是那個炮火連天 那個火屎 槍火 裡面的表現 裡面就有一些 將戰爭的時刻 變成了 某些角度去看是erotic的 嗯 我覺得很厲害 這部戲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來看 你會看到 他就是將回到家 就有一場來戰 出去 是一個外戰 但是兩個都是對於拿破崙來說 他深深地吸引著他 他變成了好像一個小夢偶 對這些東西控制 真的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 他那種很多生命的角度 吐了在這部電影上 但是如果我們讀開心理學 這個就很佛羅伊德 是 他佛羅伊德在哪裡 就不是純粹說性 是 你有沒有發覺他講好出場 是說他吃東西 是 是 就是 慾望的源流 就是那個慾望 亨以架 慾望的追求 但是他永遠都滿足不了他的慾望 是 所以他來史國就是從一個英國人的角度 為何他打來打去呢 他因為就是 他經常吃不飽 是 還有 做愛沒有那個 是 那個 他的目的就是 他在那個行動的時候 你也看到他除了那種叫做性慾之外 他做的腦袋裡面有一樣東西 但不斷控制了他 但是他想愛小孩 是 這個就是你做愛的動機 他表面上就是說 他想要一個太子而已 但問題就是 他這種情況 是不是源於 他一直追求不了這個女孩呢 這個路程其實根本不展示他 是 其實是他從他在戰 戰的 正戰 你再用那個所謂Sigman 4 就是 其實這是戀母程義傑 是 那個他當了他媽媽 是 他第一場 但是他沒有明顯說一件事 我覺得為何法國人很不努力呢 就是基本上 如果你要看這個 你想法國人是多傻子 一個這樣的男人 他追不到女人 他接著真的打仗 你整個法國人跟著他去死 他結尾有說過死了一百萬人 一百萬個法國男人 那一百萬人跟著他就有 就走去 就是 周圍走來走去 這個當然 我們不想涉及到 那個拿破崙的歷史評價 因為這個超出了我們節目範圍 你聽一個 古今次的一百萬人 就是有一點點說 但問題就是 你會不會覺得 中間處理他和這位女主角 之間那段戲太長呢 我們現在不知道 因為這部片是蘋果電腦投資的 是 遲些應該有 再長些的版本 五個小時的版本 那個觀影的狀態都不同 那個你可能坐在家裡 我不知道你用手機 你用電腦 還是用大螢幕看 但那個我相信不會一次過看完 你當是看電視劇那樣看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 這部片你看到那段時 因為我感覺到 一些現場的觀眾 看那段戲不太耐煩 第二件事 到他推出五個小時 那個長的版本 即是導演剪刀的時候 你估計是戰爭場面加多一些 還是 宮廷內 即是跟他太太 Jouzafine之間 那段戲會比較長一些 我看的那時候 我覺得兩面 他電影版處理得都 叫做完整的 沒有缺失的 因為你會看到 他剪的完整性 電影版 已經有一個很精妙的考量 就出到現在的效果 我反而有一個希望 因為在他這個戲裏面 有一件事你會看到他的訊息 是出來了 即是古鳳金 他藉著這個歷史 是說回 是說回在今時今日 他裏面 即是有很多 我們現在 有一個叫做大家都很有危機的 那個感覺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正在來的 有人不說是已經來了 而當你有這個意識 吐落他這部電影裏面 從俄羅斯角度 其他那些角度 英法角度 你會看到他多巧妙 就說了這個 即是說裡面 作為一個主策人領導者 他其實基本上 他都有一個想法 即是一個宏觀的想法 就告訴大家 個個都是拿破崙 他面對的問題是情感 欲望 那些叫古老問題 這樣你一吐下去 有幾個國家元首 就馬上都覺得妙 是的 而他說這些 會引發到整個世界裏面 那些叫PSO效應 就是好像那些叫 你無論你是很優良 很精準 好像那些鳥群去搵食的那種效應 跟著頭的那班人 他有個往績告訴你 他可以帶你去搵食 帶你得到你的慾望 那你就跟著他去 盲目追隨 所以現在你會看到 很多人 例如看那種叫做 群眾的行動反應 尤其是互聯網出現的那些現象 全部你都可以套下去那個PSO 即是優良粒子演進法 我們可否用一個通租 這個跟大哥的症候群 楊群後應 最簡單 那你有個大哥在那裏 大哥在做甚麼 其實你不知大哥在心裏推動他做這件事的動機 不是說這班人有甚麼光榮 是他自己的心理問題 這個就是現在大家在反省那個納粹主義的時候 希特拉的那種叫做領袖形象 帶來的一種叫做出現了一個叫做文化上 出現了那種偏差的那種情況出來 在今時今日都還未脫掉這件事的出來 而在這部電影裡面 你有看到他覺得拿破崙現象 或者之前大家講戰爭論的時候 都已經說拿破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歷史人物 就是關乎於他在那一刻的時候 就發覺大家剛剛開始的時期 帶出來的一種情緒化的一種波動的結果 我覺得他在電影的層次裡面 都表現出現了 但第二個問題就是中間那個和太太Josephine 皇后那電影你會不會覺得過場呢 我不覺得 因為其實我想你如果說過場 你可能就忽略了他那個情夫 他關鍵的那個情夫 還有他之前他最有一個第一任女公 還有有幾個子女 沒有他根本就算他和拿破崙認識 他都周圍勾腦 他最主要的那個原因 他講到他有一種是拿破崙很想得到的一種魅力 而那種魅力就是他天生獨有 還是他用一種叫技藝 而技藝就是Tentra 是那種吸引 是令到拿破崙變成群下 寵兒 變成寵物式 回到那裏他都變回一個好像小孩子 如果你說戀武的異象 變成一個小孩子 就是那個現象 我覺得裡面他寫出了 用一個宏觀的歷史眼光 你看就是很多帝王 他都是逃不脫 裡面他身邊那個不是跟他一起打仗的一個女人 八王別姬米亞都是這個 裡面有這個現象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一點都不悶的 是 Oliver Stone 和 Alexander 大帝都是這件事 他爲什麽周圍打仗 怕了他的媽媽 即是不想近他的媽媽 Anyway 這個電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歷史的準確性 這個很多事情很挑剔的 我們就不在這裡花時間 但一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電影不是歷史 你去爭論 法國大明那時他沒有親眼看見 這個皇后被斬斗 我覺得這個就不是意義太大 但涉及到這個滑鐵路戰役的準確性 就會比較值得說 因為如果你看到舊版那個 他都嘗試去解釋到 就是後來他爲什麽會輸 他最初是贏的 就是頂不住 他輸的最大因素 就是因為他不能及時衝破英國的方陣 還有如果你看原本的 即是1970年那個版本 那個方陣是擺好了 就不是現在這個 就是衝到來的時候 大家才去 還有那次的滑鐵路戰役 那是top shot 我想他用直升機拍 在上面 但這個是平面的 為什麽是平面呢 就是剛才紀錄所說的 他想看到施橫遍野的感覺 就是那些馬衝過來的時候 這些人去擋這些馬的人的情緒變化 還有一個就是那些士兵操過去的 是 步兵操過去的 那邊操的時候 那些炮彈打過來的時候 你側邊的腳躺下來 我會繼續走 即是你是要給到這種 這個就是在Berry Linden 那邊拍得很厲害的 是 即是一列陣 我不記得好像是三隊 一條線的 一邊側邊人打鼓 吹地打 一邊的槍 一邊側邊人打 你側邊人打 你繼續走 你不會有些 你不會說我跟著調頭走 是 Berry Linden他那段 簡直是很多戰場的設計 他特意拿自然光 和陽光普照 帶出來一種叫做田園畫的 那種很細微很利的視覺質感 跟他講貴族的生活 賭錢 賭錢的那時刻 全是燭光的點滴 即是在這種叫做光芒的背後 是被黑夜龍蝶 那種戲劇的處理 就相當精彩 相比之下 你會看到列陣史哥 即是在這部戲裡面 他玩的那種叫做自然光 那種不是他最主要想說的 他最重要是說一種叫做你的視 即是他利用鏡頭 帶出一個叫做視 即是那個point of view 那個視覺的角度 來給大家看那種戰場上的角度激烈 是這樣的 跟剛才你說的賭錢的戲 在這部戲裡面都有 是的 我懷疑應該有一定的 它有對比 有跟卡比利克他有一些 可以說是 不要說是去致敬 因為兩個大師 但是他會說 以前敢處理法 現在我敢處理法 他那場賭場是很精彩的 就是 說說女主角在賭多核展的時候 在整個大場面那裡 他就一眼已經看到納波倫 或者是他的頂帽 那是關鍵來的 納波倫的目光在注視著他 那一場就變成了跟巴拉林頓 他裡面所說的 有很不同的角度出來 但是這個你會看到他那一段 都是在玩的一種 就算在一個叫賭局裡面那裡來講 他都在說裡面 就牽涉到很多老馬色徒 就聞到一些叫情慾味 讓他出來 就問你為何要看著我 那一句大膽地走過來 跟納波倫去生活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男女調轉了 那個情況 通常大家看過 都是男人去做這些事情 走去撩一個女人 但是法國人又不同 法國人就很長 剛剛在巴士的監獄出來的女人 剛剛坐完 很多細緻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妙的 剛剛坐完監 這套戲我想歷史就有功論 同同話說話 就是現在相當多爭議 我預計票房都不是像蘋果電腦那樣的預期 可能會失色一點點 都不算是 我想蘋果找你來史國去拍的時候 它要的是一個叫永續性 大家都會討論這部戲 好過它就這樣叫票房 就是賺錢 拿到的那個成績 兩三年之後 好像Marvel那些 你都不會記得了 Marvel現在就大鑊了 Marvel的士你大鑊 的士你大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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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遲些再說吧 另外一部就好值得說 就是自由之星 我看的時候就不夠十個人 我相信都幾反映到現在香港的電影文化 一部叫做有談論性 有話題性的電影 現在來到香港就出現一個問題 我覺得電影公司的宣傳方面 其實就沒有拿到重點 其一 我想香港普遍現在的認知 就不熟悉那個叫拐子文化 是相當之嚴重的 老實說 我們自己一年紀大 我們小時候有沒有遇到拐子路 當然有 我遇過一次 拐子路想 我覺得是 小心點 是有的 不過不是那麼多港人 東北那些是很嚴重的 我們小時候 老徒老妹說 你最頑皮 拐子路來拐我們就不理你了 真的有這麼說過 是有拐子路的 事實上香港你可以說神秘失蹤 找不到那個下落 裡面都有很多這些新聞 或者很多出現 但是不過不會引成 變成一個叫做社會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套戲 就引不起香港人的共鳴 就是因為這種社會現象已經消失了 不過這一兩年 大家都間不中聽到這些新聞 例如放火的時候 為何會有陌生人想接你的兒女 幼稚園 是有的了 開始有這些新聞 結果後來警方告訴你 沒有的 第一場誤會 到現在也是這麼說的 是 他將那個拐子的文化 我想他不是很想 整個社會也不是很想變成一個常有現象 其實在東北內地非常之多 你看到陳學生也有拍過《親愛的》 我當時在上大陸工作 在廣州東找的時候 那些電影 那些上面 在車上有些電視 他一直播放西中人口 是 一直有播放的 現在當然沒有 美國你說是一個很文明的地方 更糟糕 美國是很嚴重的 其實Steven King最近都經常說 他的電影一直都說 他裡面其實牽涉到 有這個叫做人口失蹤的問題 尤其是小孩子 尤其是戀童癖 因為戀童癖在美國那裡 他們認為是一個社會現象 很多連環殺手 都是跟這些現象有關 這部電影的突破點 就是他直接去處理這個假期 因為時間不夠 我簡單講講對這部電影的感受 這部電影是拍得很簡陋的 不夠錢拍 大家可能只是搭肩膀 但有幾場戲我是感動的 第一場戲就是 那兩個警察破案之後 跟著他跟上司說 我受不了 破完案之後我慢慢睡不著 有些工種是真的這樣的 你不要說要這麼刺激的工種 就算是教師 我覺得這部電影 雖然你很明顯看到是低成本的拍 還有它有些避忌 不打大老虎 當然 是用這個主角 因為真人真事 這個主角的調查 他的經歷和成功成功了 即是有兩子弟的這件實在事件 來發展一個故事 用一個很細微的一個個案 反映出一個大現象 他為何不敢說呢 其實就是深入一些大家在這裏看的實況 最簡單的說給你聽 這個是美國人他都知道 這些拐之現象在美國的裏面那裏 尤其是美國的很多有戀和逼戀的 都是賣或是小孩子入境 來發洩用的 因為它後面觸動到一些權貴 他剛才有幾度說這部電影 有些東西都勒著勒著 他只是說有錢人而已 但他沒有說有權的人 這就變成整件事 在美國為何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就是因為變成左右派之間的一個劃分 你剷這部電影 就是右派 或者是技巧派 你回到那裏片你就左派 在美國是這樣 將你上公上線畫了一個區域 你是那班思維的人 我們在香港看 我們相對客觀很多 我們沒有帶著這種左右派思想框框去探 第二場戲我很感動 我到現在也很感動 就是那位過氣黑社 就是過氣大腦 改邪歸正 那個吸血鬼 吸血鬼 那個精彩人物 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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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如剛才說的那裏片 電影不是一個真實的陳彦 真實的就是紀錄片 真實叫紀錄片 但最後他又出了一些片段 那些是真的 有些真人 有些真人 那為何這個角色感動我呢 他一場說 他坐牢後 白無尿賴 又回去做毒販 有一晚對曲 對著嗨就叫雞 叫雞的妓女就說我二十多歲了 搞完之後 他跟著在指甲上看到他畫了一個 應該是hello kitty之類的 他想一想 這個不是二十多歲了 後來他再想一想 劉林柯是只有十多歲的 再想一想 他只有十四歲 他不是想一想 你講給他聽 那個內裏 不是 他沒有說 他說一種猶言 一種兇虛感 一種失落感 是佔領了這個人 這是一種 你有人生月曆的時候 你才有這種突然觸弄你心靈的一種效果 其實我不知你有沒有遇到過氣大腦 那些過氣大腦都不是累積回來 是突然間為何會做這些事呢 做這些事又如何呢 他講到這種 但不是我們廣東話 是用他英文的那種說法出來 突然間一種emptiness佔領了他 所以他才跟著改邪歸正 要救回這班小朋友 那場戲我覺得很體現到一件事 電影不是一定要用很多錢去感動別人 一場對白就已經是令整部電影值得入場看 你會看到他這個不單止是一個很棒的角色設計 這是你會看到電影有時帶來的文學底韻 因為我覺得他裏面男主角和吸血鬼是寫得最好的 但他有一個基礎在那裏 吸血鬼的角色你一看 比如你剛才說那句 他那個說法他的思維基本上 你會看到他來自於哥德的小說 佛士德裏面的梅菲斯德 那個跟著魔鬼做助理的一個人 但他直著跟佛士德做交易時 他在人間看到人間世界的矛盾 令到他作為一個魔鬼的代表者 他在那刻有不同的反應 我覺得這部電影為何會這麼多人看到 會深深感動呢 因為他在角色裏面有一種任務 那種任務令到你了解世界更深了一層 還有他這部有趣大家去看 你會發覺這部是一個很男人 很爸爸式的電影 包括那個叫兩子弟 如果你看到他是單親家庭 是爸爸 沒有媽媽 媽媽究竟怎樣他都沒有看 是一個單親家庭 但是是爸爸的邊 你會看到這個是其中一個 而主角呢 他本身就是一個叫做 爸爸媽媽都在那裡 媽媽就變成了一種叫做 支撐 支撐力 甚至說其實你的工作 你去到這個時刻 你如果工作變成了一個框架 有很多事你做不到的時候 你放下你的角色 你的身份 你去追究這件事 但是你要記住 這個只有兩場戲的女主角 其實很出名 是呀 跟周仁發拍過的 是呀 Maren Sovaino 是呀他厲害的 不是他爸爸更厲害 死了 他爸爸死了 他爸爸來預告一下 他爸爸做過基辛格的 我講回這句 即是一句 因為那句 我覺得他們在整件事裏面 都已經變成了一個很關鍵 和很對資本主義的世界 或者其他角度 一個很正的金句 就是上帝的孩子是love for sale 這些不是買回來的 但是大家知道 譬如現在即使香港 最近大家看新聞 都不知最近這幾年 很多未成年的少女 是自己主動去做這行 是呀去做這行 但是你說你去抓了那些是甚麼人 原來有專業人士 有醫生 有所謂YouTuber 為何社會發展成這樣 變得罪惡之刀 不是罪惡為之 是 你應該做回這個新成語動畫狼 嗯哼 到此為止是甚麼意思 嗯哼 差不多了 這個階段 紅花博士 YY 甚麼是到此為止 那紅花博士一完 就說人 看你便知道 YY 我和你約定 你何時和我做新成語動畫狼 有沒有牽涉版權的問題 那版權都相當開放的 有學期 不是 因為試過有人也有問過 還有有學 其實現在成語動畫狼有很多學校現在都仍然 你不要教壞小孩 你真的 不是 所以原本是語動畫狼 是在學校都放 還有公司都說 你放 因為那時做得很細緻很益智 而且因為那時有教育性的節目 不是那麼容易做出來 要經過很多研究 那你便證明電視台失敗 即現在做不到人 不是 不只現在做不到 就是當年現在不做多些 是吧 你又不是責任成本 又不是花上千萬 那個狼狼去脈 就直接說 他基本上 這個 對於他們而言 那時 他不是預計是做這種方向的一個發展 事實上 他發展這個動畫公司 他看到是一盤生意 是 但是成語動畫狼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也跟上面說的 那個想法就是 因為成語動畫狼 每一次單獨的一個故事裏面 你可以那個風格 視覺的效果 美術的處理 是每集都可以不同都可以 只有紅馬博士和YY 是一個行常的主角 那樣的項目 然後裏面就可以 令到很多員工 他可以視不同的類型 看自己的那個studio 那個factory 裏面有多少美術班底 是適宜做的 所以那時候是一個 一個叫做訓練的階段 來做出來的 那個是要用小弟子來做出來 所以成語動畫狼的成功 其實是撞回來的 不是一貫的目的 我們最後要講這套戲 結尾 大家如果看的時候 不要見到有字幕 不是有結尾的credit就馬上走 因為結尾就是主角 會有一段呼籲 是 我們不需要講內容 就是這種做法 就是將電影 作為一種社會運動 是 好像近年我沒有見過這種情況 有的 香港都有的 香港都做了一件事 就是用一種叫包場 有一種叫民間自己包場 有時有些人 尤其是YouTuber 那些都很多 就是我包場 然後用自己的那些聽眾 或者那些粉絲 用一個叫做包場 可以得到一個 給原本正常票價便宜些的方式 來再看這部戲 就是這樣 這種包場的文化 近這兩年 就是開電影的時候 突然間多了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 是有人主使 或者是怎樣去做的 相當之成功的 現在我覺得很多的戲 都用這種新的形式 來拿那種叫扣票肉 買票入場去看的一種新方式 但我講是不止這件事 而是它後面有個agenda 就是將這種販賣兒童這種罪行 要宣揚出去 因為現在不是說 給大家防範 不是討論 不止防範 是大家要作為一種政治議題去討論禁忌 因為它說其實報紙不說 傳媒不說 現在就要推動 為何會進入左右派之間的鬥爭 很怕你都可以拿這個做議題 後面我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這種叫kamping的拍片方法 事實上是相當高的風險 為何你再走歪少少 就變成你是親共和黨 或是你是親民主黨 美國電影業他們不怕搞這些 但正如藍主角說 全部電影業都背過你 我不知道 因為我聽回來 美國最大的戲院不太想上這套戲 它裏面你會看到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可以再細緻去看 因為你會看到裏面 一間公司又是一間新的公司 又是甚麼來的 但有一個人物你會看到的 就是Mel Gibson 我漏說了 一彈他的名字出來幾精神 你不知道他講甚麼 就是結尾其中一個 總之聯繫 有一種叫做合夥 大家是承傳有這個電影出現 所以它裏面都有一些叫中派 或者一些叫教會的角度 就會出現出來的 有 它裏面有些教會的宣言 所以你那個戲劇的處理 比如男主角的名字 和小孩子給他的信物 那個信物 那裏面都有一個深層的意義 但要批評這套戲也可以很多 例如結尾那場在森林拯救少女 拍得很兒戲 但我覺得整套片的評價 不是用拿破崙那類的標準 低成本製作 第一件事就是製作人本身投入了幾多主觀的感情 即是說情緒裏面 可以好也可以不好 但是感動到我的 你講到最後那裏 它有很多不信不實 即是在那個森林那裏 它進去容易出的都很快 它有很多細細的東西 你看回這些字 其實它引發來 你看回原本新聞來的 這些東西 另外一個最關鍵 就是在它那個小島裏 那種叫淫島 那個小淫島 你會看到 我們最近被 我們神秘之夜節目 你都開了 Jerf App線 是的 它裏面那裏 它都暗示到 譬如好像那類的活動 變成了新聞事件裏面 其實都有牽涉到這些 這些拐大的文化在那裏 那裏它都拍得很簡單 要是成本問題 如果你被 Rilis God Rilis God 未必會那麼有興趣拍這個 總之那些很激烈的那些人去拍光神 那一場很關鍵 你講一下這個問題 傑銘我想問你 如果這部影片 男主角是史太郎 怎麼拍法 不 它老得爭 因為要退休 雖然Rumbo的最後那一集 其實它都是講這個現象 它的二女 就是回家鄉想找爸爸的時候 麥犀哥 是的 就失蹤了 那個事件 你看到它裏面其實都是牽涉到這種 我一直看電影 如果這部影片是史太郎拍的話 真是厲害 就是史太郎最後那一集 但是史太郎那一集拍得很棒 拍成這樣 即是它將這件事件裏面稀釋了 就變成一個英雄電影 這樣離去 我覺得相當之不同的 因為這部電影 你會看到它減低了很多動作裏面的時間 沒有錢拍的 就算有錢給它 它也未必會那麼喜歡拍的 我剛才說不到 其實Oliver Stone如果要拍 他有興趣拍這些 又是另一回事 那我可能說 很高水準 就是挑撥性更加強 是 總之 大家可以看它 不要忽略這個題材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 就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那個女人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幾圖 你怎麼看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提過的 就是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在扮我們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就去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你就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 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扮他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啦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企圖 那時候 抱歉